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我的同学们 送邮票给卡拉布利亚少年的那个孩子 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叫卡龙 他今年14岁 在班上年龄最大 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虽然年龄不大 可他总像个大人似的 我已经认识很多同班同学了 其中有一个叫可莱蒂的 我也非常喜欢他 他平时穿着咖啡色的外套 戴着猫皮帽 说话很有趣 他的父亲是开木柴铺的 据说 参加过1866年的战争 还得过三枚寻章呢 那个小个子的孩子叫奈利 他非常瘦弱 总是驮着背 每天都是一脸憔悴的样子 还有一个身体非常好 经常穿着华丽衣服的瓦提尼 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个石匠的儿子 外号小石匠 他长着一张苹果式的圆脸 有个蒜头鼻子 特别爱做鬼脸 同学们都喜欢看他做鬼脸 他还能把帽子团成手绢那样 塞到口袋里 坐在小石匠旁边的是卡洛斐 他个子瘦长 阴勾鼻 眼睛很小 他总是把钢笔了 画了 火柴盒了等东西 拿来做交易 还经常把功课抄在指甲上 用来做病 还有一个叫卡罗的 像个傲慢的绅士 他的两边是我比较喜欢的同学 一个是铁匠的儿子 穿一件很大的上衣 脸色苍白 像生过病 从没见过他笑 另外一个则长着一头红头发 一只胳膊有残疾 用纱布吊在脖子上面 他的父亲去了美国 他家就靠他母亲卖菜卫生 坐在我左边的是个怪人 他叫斯黛蒂 身材短粗 好像没有脖子 脾气暴躁 不爱说话 好像什么也不懂 但是 上课时他总是很认真地听讲 而且 在老师讲话的时候 如果有谁打扰他的话 第一次 第二次他还能不理睬 到了第三次 他一定会用脚踢人 坐在斯黛蒂旁边的是 狡猾的弗兰蒂 曾经被开除过 此外 还有一对孪生兄弟 他们长相身高相似 还都戴着 喀拉布里亚式的帽子 在同学当中 最漂亮 最聪明的是戴罗西 他今年也一定会得第一名的 老师们也总是提问他 不过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铁匠的儿子 他叫波莱可西 他总是穿着长衬衫 像生病了一样 听说他父亲常常打他 每当问别人问题 或者冒犯别人的时候 他总是说 对不起 总之 我们搬个子最高 最和善的还是卡龙